Melody因月7日突然抛出震撼蛋 宣布与结婚17年的老公吴玉琪离婚 日子是自己在过 冷暖自知 始终还是来到了一个尽头 对于灰丹的未来 我期许已努力过而选择改变的关系 往后可以朝着更好的方向走 往后双方及家人将不再就离婚细节做任何回应 不料吴玉琪昨十九日却爆出 委托律师提出离婚协议无效之诉 控诉Melody对于离婚条件要求强硬 夺走了前夫家的上亿房产还逼签协议书 巧合的是Melody也悄悄将离婚文删除 根据一评新闻网报道 吴玉琪据悉是在争吵时一怒之下 答应Melody所提出的条件并签字 两人也到护证事务所办妥相关手续 但之后却反悔 究竟签了离协议又反悔 是否可能胜诉 律师苏嘉宏分析关键在于是否被胁迫 强调胁迫不只是行为上 言语上威胁也算 苏嘉宏表示也可以提起离婚无效诉讼 只要法院判决离婚无效 协议也连带失去效力 最常见被判处无效离婚的是 当事人在协议离婚现场 两名见证人没有在场见闻 确认离婚争议后签章 属于离婚过程瑕疵 连带签署的协议也会失效 美女律师李怡珍也在脸书 针对提离婚协议无效之诉讼 仪式分析 请提出诉讼的人举证 因为以下两件事不得已才签署离婚协议书 如自己智商低看不懂中文或是被刀枪抵着 否则两个证人亲眼见闻离婚争议也签名 护证事务所登记也完成 该履行的条件就是要履行 李怡珍也在留言处直言 其实现在去护证登记的话 承办人员大多都会问得很仔细 并点出离婚有效 财产移转无效 或许才是重点吧 有网友提问 离婚后该履行的条件是会写在离婚证书上吗 还是仪式两连要有律师公证啊 李怡珍回应说明 协议离婚只有离婚协议书哦 正常双方跟证人都会留底